浦辛香第一颗此地种子去养育 也是当地投入环保第一人 只要对的事 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到的 环保路走了三十年 始终坚信有心就不难 他的人生路也是难行能行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全身催化 有剂就是已经弄破 要生有剂 三个孩子还这么小 我如果没有更严重也不行 面对沉重的医疗费用 还得担负起三个孩子的教育责任 到工地做劳力活养家 无偿让他有更多体悟 我去医院交过神心 我看了很多病苦 我就发现我一定要坚强 我一定要走入社会去帮助这些人 心善不失广洁善缘 徐杨玉走出自己人生的康庄大道 有上人的话 一直引导我行入这个菩萨道 我就跟着上人的脚步走 就不会遗憾 大爱新闻 郑善美志工 詹大为 庄志雄 石其然 彰化报道